我們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L通過圓點 然後呢 L就是 與這兩條直線乘等角 那L等多少 那L與這兩條直線乘等角 它的意思就是說 L跟這兩條線的角平線是平行的 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L的話可能是這樣子 這個是角平線 那L的話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L跟L1夾角是夾式的角度 那L跟L1夾角是夾平 那L跟L2夾角是這個角度 這兩個角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求一個直線 這個直線呢 跟這兩條線的角平線是平行的 然後呢 它要通過00 好 那這怎麼做 這我就先求出它的那個角平線 角平線Losa也是 這個角平線L2 我替你選擇 0-5 Professor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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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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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相等嘛 這個是減三 這81加上4 這是85 這85 那這邊 36加49 也是85 太好了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約掉的 對吧 那腳平線的話 這是什麼樣的直線 加2y 減五 等於正乎 6x 加上7y 減三 所以腳平線是拿兩條 是這兩條 9x 加上2y 減五 加減多少 3y 減三 加減6x 加上7y 減三 把它減下來 減下來跟加起來就是3x 減5y 等於一條 這是腳平文線 它加起來是15x 加9y 減5y 等於一條 這兩個是腳平線 它跟腳平文線互相平行的 它的直線就是3x 減5y 等於k 但是它要通過黎明點 所以的話 乘等腳這種直線 這兩條是這個長度的不一樣 一個是3x 減5y 等於一條 另外15x 加上9y 等於一條 這一條的話可以化減 化減成35x 減15x 加上3x 減9y 等於一條 所以這兩條 這兩條直線的話 跟什麼 跟L1與L2乘等腳